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侵略和不断抗争 最终站起来 发展起来的沧桑历程 其中1997年 收复香港行使主权 无疑是最正大的一件事 谈指一辉奸 香港回归祖国 已经进入第20个年头 苦今追悉 香港问题当年得以顺利解决 背后暗藏的是 中英两国底牌的较量 是大国之间 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比拼 亦是激烈的钢铁碰撞 香港回归谈判 坐在铁梁子对面的是哪一位钢铁公司呢 一场核战笼罩下的中英世纪谈判 需要怎样的政治谋略 化干锅为玉白呢 中英谈判之钢铁碰撞 正在播出 香港问题由来已久 香港倒在1842年压变战争之后 割让给英国 1860年又割让了中国大陆的一小块土地 叫做九龙 北边的新界就在1898年租借给英国 99年 于1997年到期 1943年11月 中美英三国元首齐聚开罗美临 半典 罗斯福就问蒋介石 是香港有什么打算的 蒋介石尚未回答 邮吉尔就站起来说 请大家注意 香港是英国领土 蒋介石回敬就说 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 与清廷所定的不平等条约 我政府一概不如承认 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 强势的邮吉尔 事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态 他说 中国要收回香港 除非跨过我的尸体 蒋介石三收香港 三次都以失败告终 香港问题最终会落在哪个头上 他又是如何坐在谈判着前的呢 葡萄东在1974年会见 当时的英国首相 爱德华黑斯的时候说 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还未到 他指着旁边的邓小平说 这个问题等他们去解决 这个是有文字记载的 在这么高规格的外交场合 邓小平首次被推向前台 直面香港问题 只不过当时中国政府 内忧外患 根本无瑕顾及香港历史遗留问题 但出人意表的是 对于香港问题 首先忍耐不住的是英方 1979年 距离新界租约到期了18年 香港15至30年以上的大型工程 直面政策风险 逼于投资人的压力 香港时任总督 香港时任总督默理浩 决定访问北京 就新界地契租约问题 正式败回中共高层 一石击起千层浪 中英两国的香港谈判之争 由此拉开为莫了 默理浩事先 只被告知 会和一位高级官员见面 但不知道是谁 1979年3月29日 默理浩抵达北京 意外获释 即将和他见面的 是刚刚被任命为 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 这是一次闭门会见 默理浩说到 香港正面临日益增都的困难 转弯抹角地提出 1997年之后 局势尚未明朗的情况之下 香港的投资者从事新的贷款抵押 和其他投资活动的担忧 以及如何给那些要签订15年以上 租约的人提供保障 因为这些租约在1997年之后 仍然生效 默理浩问 是否可以考虑 同意我们香港的政府 有权批租超过1997年的土地呢 这个题问含义深远 默理浩这一问非同小可 而言外之音 如果中国同意港英政府 有权批租超过1997年的土地呢 即是等于同意英国1997年之后 有权继续管治整个香港地区 老辣的邓小平一眼拭破 他立刻回答 他说香港是中国一部分 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 并明确香港整体性的概念 表示不单单是新界 还有香港岛和九龙的最终命运 都是中国的一部分 会谈结束之后 邓小平和默理浩做了一个手势 身高超过1米8的港督 幻帝耀听到这位身材只有一米57的主人 对他说 你如果觉得统治香港不容易 那么就来统治中国试试吧 默理浩的北京试探之行 得到一个棘手但明确的答案 但两国相争 纯相涉剑背后 比拼的是底牌的舊梁 2006年6月30日 英国国家档案馆 解密了一批1957年至1961年间的绝密档案 从而揭开一个惊天秘密 为了阻止中国修复香港 英国曾经想用核武器攻击中国 英国曾于1952年成功试爆原子弹 英国原国防参谋长蒙巴顿表示 如果英国无法依靠常规武器保住香港 那么对中国实施核打击 是保住远东桥头堡的特异选择 不过1964年中国大陆也成功 研制出原子弹 英国的核俄渣策略 随之宣告失败了 容马一生的邓小平 当然不会打无准备之仗 1979年会见麦里豪之后 去述随即受益 一个集合国务院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人员的 五人小组秘密抵达香港 在香港各界进行调查研究 通过一个一年多的调查之后 五人小组得到了详实的资料 国务院港澳办将这些资料整理成为报告 提出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之下 解决香港问题的十二条方针 也就是著名的十二条 与此同时 中国的对外关系也出现了微妙的变化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 中国与越南爆发战争 意味着中国与前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决裂 同一年稍早的时候 也就是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 应美国总统詹美卡特和夫人之腰 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和夫人 卓林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 由此开启中国与美英为首的 北约集团的蜜月期 中英之间的盟友关系 是否有助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这是当时国际热点之一 不过当时的英国首相 是有铁梁子之声的马加烈·戴卓尔 她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 1982年4月2日 英国和阿根廷爆发马岛战争 戴卓尔夫人派特显艦队远征南大西洋 最终以胜利收场 这场战争展示了英国精确的制度武器 以及强大的海上作战能力 战争胜利之后 英国一片欢腾 戴卓尔夫人做了英雄 戴卓尔夫人协制性马岛鱼威 趁势而来 一个号称铁公司 一个是铁梁子 钢与铁的撞击 飞浅怎样的世纪火花 中英谈判之钢铁碰撞 稍后继续 百年相将沧桑巨变 无数奇迹再次上演 以独特视角看香港发展 揭秘经典人物背后的故事 探寻狮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我是慧如 与您相约香港故事 大卓尔夫人 被她的对手称为铁梁子 是基于她处事强硬 不怨妥协的办事作风 她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曾经禅联三界 是二十世纪世界上 最结束的首相之一 监桥大学档案馆收藏的档案显示 戴卓尔夫人在访华前 就香港前途的立场 做了广泛的咨询 其中时任汇丰银行主席的 沈佛提出英国必须保留管治权 交出主权 纯粹是摆摆门面而矣 沈佛以主权换治权的意见 获得英国方面的共识 主权 即香港岛和九龙是各样的 英国拥有主权 新界是租借的 涉及是否继续租的问题 戴卓尔夫人的底牌是 适当的时候 放弃香港岛和九龙的主权 让香港岛、九龙及新界 成为一个整体继续租 临近出房戴卓尔夫人的私人秘书 写信给英国外交部 表示女首相不愿意向北京的人民英雄 纪念碑敬献花圈 英国外交部则表示 这是其他西方领导人的普遍作法 不过铁梁子就拒绝改变想法 态度强硬 1982年9月21日 戴卓尔夫人和邓小平面对面 坐到谈判桌前 回谈一开始 刚刚取得马岛战争胜利的铁梁子 先法制人 打出他准备的第一张牌 主权牌 他表示 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 白纸黑字写在那里 任何人都不能抹杀这个事实 条约就必须遵守 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只有英国继续统治 才能得到保证 不能单方面由北京将条约废除 然后他还说了一句 分量很重 但有威胁性的说话 如果中国宣布要收回香港 那便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戴塞尔夫人的主权牌 邓小平回应说 主权一直属于中国 这个很明确 没有讨论的余地 他表示 不会照当年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李鸿章 并且点名警告香港汇丰银行 没有人知道他们发行了多少货币 强硬表态 若有混乱 中国将被逼不得不对收回香港的时间 和方式另作考虑 言下之意就是 不等到1997年了 方式也未必是和平谈判了 主权问题 是不能够谈判的 之所以中国人 已经九十年收回的问题 是不能够谈判的 不管有什么方式 接着他提出的是这个 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 鬼属问题 我说是三分一层 一个是主权问题 中央双方大政协议 第二个 1997年以后的安排 就是我们 中国人收回主权之后 怎样来管理香港 就知道问题了 第三个议程 15年国度期间的安排问题 就是解释主权的条件 不卑不抗 远中大硬 鐵梁子和邓小平都深暗 谈判之道 邓小平进一步开道女首相 中国对香港恢复行势主权 对英国也有利 因为意味着 届时英国将彻底结束殖民统治 在世界公论面前得到好评 中国要收回香港 谁都不会说有什么说话 要收回 通知一声就可以了 甚至连通知都不用 就好像印度收回那样 将军队开过去就可以了 现在坐下谈判是够客气的了 英国还有什么好讨价还价呢 说话说到这个程度上 气氛就相当紧张了 邓小平又开出谈判的时间表 他说不迟一两年时间 中国就要正式宣布收回香港的决定 这次谈判整整延长了50分钟 其交锋程度之激烈 可见一巴掌 天国每日电讯报曾经披露 邓小平当时对一位助手低声抱怨 说我简直没办法跟这个女人说话 她根本就不讲道理 而后来大卓义夫人听到邓小平的时候 用一句中国的成语叫做 百问不如一见 中英谈判之钢铁碰撞 稍后继续 高手谈判软硬兼施 硬的是态度 软的是方式 在中英世纪谈判之中 有一个神秘人物 在邓小平的授意之下 起了润滑剂的作用 1982年9月24日下午 刚刚送走大卓义夫人的邓小平 就召见了她 她就是被称为 政治媒人的香港船王鲍玉江 鲍玉江 鲍玉江组织浙江宁波 1949年初 鲍玉江和父亲一起 带着几十万的积蓄 去香港闯天下 她以七十多万的美金起家 打出环球航运公司的牌子 经过几十年摩打滚爬 鲍玉江在1977年 成为世界公营的船王 她掌握着国际商业界第一手资讯 对世界各国的政要 有敏锐的洞察力 在大卓义夫人和邓小平 会面后的第四日 鲍玉江带着邓小平的口信 去到港督府会见大卓义夫人 一封1982年9月28日的密信 披露了当日的密谈内容 会面只有她们两个人 鲍玉江说 在大卓义夫人和邓小平 会面后的下午 她拜会了邓小平 邓小平对她说了 收回香港后的管治扣赏 包括 委任香港华人做最高职位 法律制度不变 自由港和港元的地位继续等等 但大卓义夫人也请鲍玉江 清楚向中方转达 没有英国的管治 香港将难以运作 英国有一至两年的时间 去说服中方 鲍玉江在中英高层间 来回红岸传书 在此后火药未浓厚的谈判中 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 大卓义夫人本来打算访经的时候 和邓小平进行两次会谈 不过第一次会谈 在浓烈的火药味之中结束之后 第二次会谈就告吹了 离开中国之前 她在英国广播公司的访问中说 如果签约一方对条约或协议说 我不同意 我打算违约 那你很难相信 她会尊重新的条约 此言一出 就立刻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不满 双方针尖对默望 互不相让 这样从1982年9月24日到1984年12月19日 正式签订中英联合声明的两年多时间内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令到谈判纵行有了惊天逆转的可能呢 在大卓义夫人访华后的一周中 香港股市下跌了25% 恒生指数从6月的1300点 跌到10月的772点 中英谈判被割置了 因为中方坚持谈判协议的前提和基础 必须是中国1997年后 完全收回主权 而大卓义夫人不愿意接受这个条件 要香港也派代表参加 那个所谓三角凳 就是它二对一 它英国是 英国政府一个代表 香港一个代表 我们一个代表 我们就把它破斥了 我们说这个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 是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谈判 不准对香港人参加的问题 从撒起尔来讲 他们认为香港自所有今日的繁荣 完全是英国的治理 这一点他们是很引以自豪的 因为香港是他们大英帝国皇冠上的 最后的一颗惨烂的民族 他说香港自所有今日就是英国治理的结果 我们就中英双方代表团 进行了五次的非正式的谈判 非正式的交谈 看来看去英国人还是三岸条约有效 还是谈不成 第二轮谈判依然无疾而终 第三轮陷入僵局 第四轮谈判仍然没有进展 港币币值跌到历史最低水准 商店出现抢购潮 大量资本开始从香港流向海外 第五轮谈判 中方对英方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感到高兴 但仍然怀疑英国在那儿耍花椒 谈判依然没有多少进取 及至第十二轮谈判之后 英国外相何为第一次公开承认了政治上敏感的香港人 早就明白的事情 他说想达成一个能让英国在一九九千年后 继续管理香港的协议是不现实的 虽然谈判形式依然朴朔迷离 不过商界终究都是松也好气 因为不确定的因素终于被排除了 在二十二轮谈判之中 英国首先打主权牌被拒绝 跟着又抛出主权换自权的扣赏 同样被拒绝 最后又打经济牌 拿经济来压制对方 谈判出以外的角力 从暗斗变成了明争 后来人家说就是英国做总经理 中国做董事长 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说用主权换自权在那 那英国提出来 你要是收回了香港 废除了英国治理这一套 香港反而就稳定 就不可能了 你中国中央政府即便你宣布英国两制 也管不了 没有他英国治理的这一套不行 那么小北东子当时就拨打了 他说香港能不能够以后继续保持稳定繁荣 取决于我们中国政府对香港回归以后 都採取的正确的政策 不是什么你们一定要由英国人来管理 是取决于我们的政策 我们正确对头 所以香港肯定还是能够继续保持问题 英方的做法是 让香港的财团在伦敦大量抛售港元 令到港元大幅度贬值 香港股市开始大幅震动 港币汇价一日一日地下跌 从而引起香港社会的恐慌 在邓小平的直接授意之下 中国政府的应对方心很简单 不如理睬 中国不会因为经济波动而放弃主要的政治原则 结果英国人放了手脚 因为港币再贬值 就可能造成港英经济崩溃 用何唯的话说 不单止如此 而且还可能影响到英港的地位 在这种背景下 双方理来我往 又经过十轮谈判 邓小平比出的两年谈判期 所剩的时间越来越短 英国方面的底牌最后被突破 不得不作出让步 两国政府终于在1984年12月19日 正式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 英国前外相何唯的回忆录地说 戴翠夫人认为 可以做的最大让步 就是主权换治权 不过最后不得不全盘接受 邓小平的主张 这就很比某本知名杂志所形容 中方和英方在玩 哪个先斩眼那段游戏 英国终于先斩眼 所以叫做败下震来 1997年7月1日 香港顺利回归中华民共和国 世界华人抛开不同民族 不同政见的偏见 共同气和香港这位游子回家 不过从中英联合声明签订的 1984年到1997年 香港正式回归这段时间 港英政府管制下的香港 依然波折不断 阴云尼曼 中英两国的较量仍将继续 1997年前夕 港英政府又发出了什么问题 中方又如何化解呢 我们下期分解 好了 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香港故事》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